歡迎大家回來星期五晚的 這個區區有食物的特別單元 區區沒有食物 大家都要買外賣的 聽你的聲音就知道很沉重 不要這樣說 不是我想這麼沉重 不過現在香港的環境令大家很沉重 不過這個當然 我們每次都希望介紹多些我們吃過的東西 大家回到不同的區 那邊問一些食物安慰自己 現在這麼久什麼都沒得做 電影也沒得看 電影也沒得窗 東西也沒得吃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不要說 晚上沒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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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可以買外賣回家 這個就是問題 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晚上沒晚事 沒有辦法 我現在是非常為難的 支持政府 不要說支持政府 所以我一定支持的 永遠都在心中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六點後沒有糖吃 算是什麼 大陸這麼久以來 都這麼多饑荒 沒有東西吃 對不對 你應該有一次 覺得政府還允許你叫外賣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 那說什麼 今天 又沒有糖吃的話 那是不是繼續說外賣 當然要繼續說外賣 如果你除了糖吃 那有什麼地方 你不要介紹 如果有糖吃 就是被人爆滿 大哥 那我們今天 就說回我自己最熟悉的 那說回沙田區 那今天就說大圍 先說大圍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住大圍 其實大圍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那 而今天第一間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一間叫百味村 那其實它就是 它有午餐和晚餐有不同的 它其實就是一間吃麵的 吃一個米線的一間餐廳來的 那但是它的午餐主要是吃米線 但是它的晚餐呢 就是以前還有糖吃的時候 那其實它 除了有米線以外 其實它有做這個雞煲 那在這個冬天的時候 它又有羊腩煲的 那但是現在沒有晚餐 那就變了 其實對於這些食肆 其實那個打擊是最大的 因為它是靠 真的坦白說 靠晚餐賺食的 午餐和早餐 我想早餐它不會做的 早餐沒有做的 是啊 你想想它靠米線 如果你靠米線來去 就是養一間店 它要買多少碗 就是米線才可以養得起一間店 那它又不是三哥 是不是 是不是 三哥 三哥 一半天賣八碗 一間 所以變成這些餐廳 其實它們壓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現在他們自己 即是連餐廳都要想 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可以繼續 叫做維持到一定的生意 令到它可以叫做 即是不要說賺錢 先保持住 因為 就是見到就是 如果你連保持也保持不住 直接倒閉都遲了 現在倒閉了很多 所以就好像這一間這樣 它就想到一個方法 即是它就會定期 可能一個星期 有一天呢 就是做這個團球 在不同的地點 就是好像 它這個星期六 就是 節目出街之後的 第二天 那麼它呢 就有一個團球 就會在大圍站 沙田圍站 廣原村 和第一城 都會有一個 就是送貨去到那個 一個點那裡做的團球 那麼也都有 當然門市做自取 都一定有 其實主要就是做 剛剛我 他晚市做的 那兩樣東西 雞煲和羊腩煲 那麼除了雞煲和羊腩煲之外 就是只是這兩樣東西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 雞煲和羊腩煲 但是它有雞煲和羊腩煲 它裡面是有不同的 就是它有兩種 雞是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藥腩雞 醉雞 就是 平時醉雞 沒有那麼 藥腩醉雞 就是不辣的 就是不辣的 另外就是 當然雞煲一定有辣的 麻辣雞煲 那麼這個 就是 任君選擇 那麼當然 剛剛說的羊腩煲 那麼就 芝蓄羊腩煲一定就不辣 那麼 那麼當然它是好吃的 這個是 就是介紹給大家 是一定是 好吃的才介紹給大家 是的 它是羊腩煲 其實很好 還有是值得吃的 值得吃的 值得吃的 就是 如果你說 剛剛團購它的價錢 那麼剛剛說的 羊腩煲 它是 就288 那麼其實 足夠四個人吃 絕對夠 因為它是 就是你叫這個 它叫一個餐 它就會送一個 一粒這個韭菜餃 是自己包的 那麼它非常好吃的 我就是去親 就是樂親去吃的話 因為其實在家附近 那麼我樂親去吃 都一定要 叫這個韭菜餃 那麼它 午市的時候就有 就是吃米線 那麼我就會吃炸的韭菜餃 就是它那個韭菜餃拿去炸 那麼如果你說 就是它用來吃麵 打火鍋 都是一流的 那麼它 這個餐它是會送給韭菜餃 那麼羊腩煲當然一定送生菜 這樣這個就一定的了 那麼羊腩煲 其實說真的 如果在我角度 我很小時候 我都很喜歡吃羊腩煲 就是吃到現在 那麼 新年那些時間呢 吃的時候呢 是特別有感覺 因為一來 很冷的嘛 以前小時候呢 那個天氣比較冷 就是現在氣候變化了 其實冬天還是很熱 現在很熱 還是不知道我大概了 那麼那時候呢 如果整家人啊 然後去其他人家拜年 那些親戚呢 那些親戚呢 他一定煮定了 因為他知道他還沒煮 他自己煮的 他自己煮的 他自己買 買料啊 有馬蹄 有那些 就是不同的材料 我小時候 印象中 但是呢 我真的吃不到現在 他那時候的味道的羊腩煲 那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如果你幫我選羊腩煲 那麼 如果你說到這間這麼好吃 我都會試一下 可以啊 因為我暫時 這一刻我沒試過 李先生就說 為什麼要叫他李先生 這麼做的 我叫他大舊 我怕別人聽不明白的嘛 大舊他本身就說他經常去吃的 所以呢 真的試一下 可能是吃到以前小時候的感覺 其實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吃羊腩煲 或者吃羊也有不同的吃法 有些人很不喜歡吃這個酥味 羊的味道很酥 就覺得不吃羊腩 那 就是 其實呢 如果大家真的擔心羊腩是很酥呢 吃羊腩 其實羊腩煲的那些羊腩已經不酥了 那些羊架 或者你吃羊扒 那些才會酥 其實那些酥味是哪裡來的呢 如果大家 如果有吃開羊的話 一定會知道 其實最主要的那些酥味 其實是在那些油膏 油膏 油脂那裡的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去掉那些油 其實 就已經是 已經沒有那麼酥的了 那所以其實 其實做羊腩煲 一定會做的事情就是 那些羊腩拿去出水 那如果做得好呢 其實它就不會特別酥 但是很可憐的 如果那個出了油 沒有了 即是出了油 那個羊腩就好像那些連鎖店那樣 沒有味道 所以又不 當然它就 我介紹的就不會是這些 是啊 一定是做得好 吃羊腩煲 你發現它是柴的 然後沒有味道 是啊 這個很入味的 即是很可憐的 是啊 這個就很入味的 那當然 剛剛除了說羊腩煲 有這個雞煲 當然是 有兩隻辣和不辣 辣的 也可以選擇有大中小辣 甚至微辣這樣 微辣現在很紅 多謝你 多謝你的冷鏡 OK吧 這個之前也是厲害 而這個麻辣雞煲呢 其實 它這裡是有一隻和半隻選擇 當然是 也不需要解釋有多少 不需要解釋的 告訴你 一隻和半隻 你喜歡吃多少 是啊 但是它其實 你無論叫一隻和半隻 那個餐 它都會送一瓦這個韭菜餃 嗯 那是值得吃的 是啊 其實這個是值得吃的 而 就是 它這裡也很 就是 識隨專辯的 它還可以讓你選擇 大中小辣 剛剛說的 就是洋蔥,芫荽要不要那些 其實全部都可以讓你選擇 這個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貼心 所以我都覺得挺好的 那如果你說不是住 剛剛我講的那裡附近 拿不到這個 其實它是 你可以去到它Facebook 或者是 主要到它餐廳裡跟它說 想要哪間哪區的外賣 就是團靠 那你跟它說 有十單八單 那其實它都會盡量安排的 那就是 你不要說安排不到的地方 那你說要送到長洲 那沒辦法 是不是它做不到 那如果你說 沙田的 它一定做 就是盡量安排 那你說遠一點的 它做到的都會做 那這個 因為它 除了現在做沙田 上個星期就是做馬安山的 那其實它就 就是 一直都是在做這個團購 來去維持他們的生意 而我看到他們 就是 一是真的好吃的 二是真的有心 那也都 就是 看到他們真的 現在被 這個 武堂食這個 規例 搞到這樣 我還是覺得 盡量 大家去支持這些小店 一來就是 當是支持它 二來就是 換解一下 你不可以每天躲在家裡 那些外賣 如果只是公仔麵 常餐 然後 就是 今天 中午就吃常餐 晚上就吃all day breakfast 早餐 又是吃那些多士 那你可能很快就會吃 所以我覺得 你真的 吃多些不同的東西 可以 晚上點個羊腩煲 回去也不錯 是啊 所以我特地今天 就介紹給大家 吃這個羊腩煲 和這個雞煲 當然 你說你午餐去吃 它那個麵 其實它都 一流 就是米線都好 米線是一流的 是的 那它那個東陰公湯 我就最喜歡 東陰公湯 其實它說了這麼久 那個店鋪的準確位置是誰 是的 是在顯徑的 大家可以過 顯徑上場 不是 顯徑的 這個 下徑口村 sorry 下徑口村 是的 其實那個位置 就在 那個巴士站 顯慶樓的巴士站 對面 那就是那個餐廳 叫白眉村 那大家如果真的不試 去到附近 都可以去試一下那個 那個 米線 那 團購啊 或者你去自取這個 羊腩煲和雞煲 都是可以的 哦 那聽起來 真的要試一下 之前 是的 大家就可以自己 上Facebook 找那個link 去訂購這個 羊腩煲 這個就自己 搞了 這個 如果你不明白 你就可以 在Facebook 跟我們說聲 或者 在YouTube留言 告訴我們 我可以再另外通知 沒有問題 是的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這個 介紹多一間 先 介紹多一間 先嗎 沒有啊 好 好 你大哥來的嘛 你叫大狗嘛 那你先走 那麼大而已 不是代表大哥的 跟你搵吃 大狗就坐右手邊 所以你就坐右手邊 這樣也可以嗎 當然啊 這樣計數吧 然後還有什麼去推介給我們的 益友 應該這麼說 我們的益友 哈哈 哈哈 沒有 我們今天剛剛說 大圍 除了顯敬 我們當然要介紹一間大圍市中心的 一間餐廳 那是中賽館來的 那就是 大圍小館 我想大家都聽過 都出名的 是 他上過的 不知道什麼 新什麼什麼 新什麼 什麼假期 你藉著開名 沒問題 不就是這麼說 不想幫他做 你沒有幫他宣傳 大家不要看那本 那麼 這一間就 上過很多這些雜誌 那是 主要吃一些懷舊些小的 一些小菜 當然 其實午餐就是 好像喝茶 那樣 又點心啊 炒麵 那晚餐就主要是 叫那些小菜 那麼很多的小菜 它都是 一些懷舊的小菜 來的 就是 在外面的中菜館 就比較少 就是會見到 現在 我記得上次去吃 就真的沒有什麼 廣東的菜館 它是 就是做我們廣東的菜館 粵菜的菜館 是有 就是還有這些菜的 但是我譬如 我不先說晚上 我先說午市 它 正常你去酒樓 現在都越來越少見 有灌湯餃 那 但是 你去到 就是 通常的酒樓 吃灌湯餃 現在是湯浸餃 就是 就是 一碗湯裡面 這樣的 不是一包裡面 裡面有湯的餃 那現在 灌湯餃 就是這一間的灌湯餃 它還是 就是 維持傳統的那一種 就是 一包裡面 裡面有湯的那一種 就不是湯浸著 一坨東西 那種的 哦 就是現在酒樓 就是那些工廠式酒樓 最流行的嘛 就不是那一種 中間才有餃子 對 那些菜 就已經不是了 那所以 它有很多菜 例如 就是 這裡都 可以說幾樣菜 例如 它有這個 金錢腿 啊 不是 金銀腿 不好意思 金銀腿 那時候我們叫的那些 其實 我這個真的沒有吃過 因為呢 為什麼呢 例如那些什麼 百保鴨這些 其實我是很想吃的 但是呢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要預訂的 要預訂的 你如果沒有預訂 或者是 甚至你預訂都不一定有 因為它未必買到那些材料 因為那些材料都不是說 隨時可以預備到 所以你是可能 大約提早一個星期去預訂 那變了 就算有時候我們想預訂的時間 我們吃飯 想去預訂 但是其實都未必可以 因為可能它找不到材料 甚至你訂完之後 它告訴你 今天真的安排不到 這樣 都試過 我記得印象中 我去年去吃的時候 就剛剛好 真的要少一點人的 是啊 才有機會進去吃 是啊 而且它就是 其實長期都是 長期太滿人 真的不知道太滿人 真的不知道太滿人 這麼多人 是啊 這個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 它另外一個 都比較出名的一個食物 就是叉燒 那麼它的叉燒 就叫做第一叉 或者叫歐雲叉 當然我不知道它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那個名字 但是它的叉燒的確是 我覺得是做得好的 做得好的 那次吃的就是吃過的叉燒 肉就是 即是 那個肥肉是爽口的 就不會說硬 又不會說軟 一批東西 這樣 變成你張著的口 是不會的 那之後它那個蜜汁 它調得好 其實都是自己調 不是那些 即是你變成好像街市買的叉燒 那樣 即是它是做得好的一個 食物 你說你上次吃過 那你又吃過些什麼 我上次吃過些什麼 其實都是家常菜 我又覺得它那些熟米魚肚根 或者 好像吃了椒鹽九肚魚 當然 我在那裡吃 當然 我們的節目 就不只是讚的 即是我在那裡 它吃的這些菜 在大牌檔都有的 但是大牌檔的味道跟它差不多 那你說 這間小館好出名 是 但它相對來說 因為它出名 所以它貴 是非常貴的 坦白說這間小館 就跟平時我們在那些什麼 偉業村 或者那些大牌檔 即是沒有冷氣的大牌檔 以前 那些食物 是差不多味道 或者那些大牌檔也比它更好吃 那 可能它那些菜 這間建議 即是大家都是吃那些 懷舊菜 懷舊菜 即你在外面可以吃到的東西 不要試那些 它本身是怎樣 那些叫做 大牌檔都有的 因為它其實那些菜 還有普通菜 其實那個價錢不是差太遠的 是 可能欠十幾二十塊 就是 差不多款式的菜 當然 你不要找個炒生菜 來跟一個 剛剛的百寶鴨去比 對不對 這個鴨 和另外一個鴨去比 可能欠 那些特別的東西 欠不是說太多的 可能欠 五十塊左右 上下 但是你吃到一些你平時吃不到的東西 而且它那些是做得 就是 始終你外面不能吃的東西 那是 你是吃到那個風味 而你是外面找不到 這個才是重點 我覺得 而你說 就是 去到這樣的價錢 你吃一個 普通剛剛的說 可能焯鹽九套魚 這樣 那又值不值呢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值 真的不是很值 因為 始終也有一句 如果去到這個餐廳 我寧願吃一些 外面沒有的 外面沒有的東西 因為 你在香港島 其實炒的小菜 坦白說 其實水準是跟大排檔一樣的 不是說它差 因為很多大排檔是好吃的 但是 一些好吃的大排檔 它的價錢是沒有太貴的 它一貴起來 然後水準跟它外面 我不一定要出去吃 我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 它們其中的那些 懷舊菜是有水準的 這個 所以 這個 還有它是會有些創新的 它不會說純粹 就是很簡單 不是跟你玩連香榴 對 或者跟你玩在西環 它們會偶爾有一些新的菜式 是會 例如 這裡 我忘記了是跟你吃 還是自己吃 我 那就是 你有好東西也不叫我吃 嘩 你這麼說話 你當然有好東西也不叫我吃 是 例如 這裡寫到櫻花蝦的蝦餅 半魚衣甘藍 這樣 例如這些 那不會是一些 懷舊菜式 當然 不是 因為魚衣甘藍是最近 這幾年輕的東西 算是 減肥的 它也會有這些菜式 創新的菜式 放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好的 就是 它放在同一間餐廳裡面 有懷舊的菜式 也有一些新的菜式 是挺好的 它真的願意向前走 它不像以前那些 不是說那些不好 但是它們那些 就真的守住它的菜式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 就是 去試一下的一間餐廳 因為就是 有很多 其實懷舊菜 一定一定一定 有其他 餐廳 會去做的了 就是不是只有 就是你說 大維小公是不是唯一一間餐廳 做 做這個 懷舊菜呢 我又覺得 一定不是的 但是 它又會是 有一些新的菜式給大家 我覺得 都是值得去試 如果你說去開大維的話 是的 當然 現在沒有晚市 就變了剛剛說的 可能晚市的菜式比較 都是玩 去開那裡也沒有用 你要區區喵外賣 現在變成區區喵外賣 要不要改名字 不要改了 算了 你改不了 下次政府又跟你說 你要打完針才喵外賣 現在說那些甲板沒有用 甲板阻止空氣流通 現在說 甲板阻止空氣流通 那時候甲板就可以阻止 現在又有甲板阻止空氣流通 那究竟哪樣才是 就是 應該要做的措施呢 當然甲板要還是不要呢 到現在都是 一頭一頭一頭 那是正常 你進去 現在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你又不是官 你開不了生日 不,可能遲些 唐食呢 就不需要甲板了 就是每個人的頭上 還要有很多風扇 因為風扇可以吹走病毒 OK啊 之前 那大家如果 看完這段影片 又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想吃飯的時候 旁邊有塊甲板 只是頭頂上有一把風扇 我是支持風扇的 我也支持風扇 我也想看看 如果每個人都帶著風扇在頭頂上吃飯 應該會不會 這個 那怎麼樣 還介不介紹 還介紹 你就繼續說 有什麼問題 我們從來都不會 我們從來都不會 就是這樣 就是叫做 敷衍街坊 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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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四乘四,这么特别的,是不是十六的? 不是啊,就是说一些废话之后,别人就记得来,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你问回餐厅 但是这间,其实呢,它就会有,例如有些个扒 例如它有个慢煮牛扒 我吃过,也都吃过它的意粉,它有意粉 那它是Carbon Ara,我吃过一次 那Carbon Ara其实是很欺负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Carbon Ara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叫做 中文就是Carboni意粉 那香港很多的Carboni意粉呢,都是白汁意粉 不是Carboni意粉,记住,是两种东西来的 当然你可以Base on Carboni意粉里面有一些的改良,或者是一些的 可能里面用的材料加多一点,或者有些不同 你是不是在说好像日式的SARXR那些? 那些我就不评论了,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香港的Carboni意粉都是直接放白汁 就是放那些做好了的白汁 但是其实Carboni意粉不是白汁来的嘛 Carbonara其实是一种 如果我用 广东话或者中文去翻译这种菜式的名字 我不会叫Carboni意粉 Carboni意粉,我不会这么叫 我会叫它做猪油蛋意粉 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 其实猪的面的一块肉 是一个油分比较高的肉 那么煎香它也会出了一些油出来的 嗯 之后呢 就去煮那个意粉的 就是炒那个意粉 那么当然就 如果你说去到最讲究意识的吃法 就不会加那么多的调味料的 通常就是真的就这样 因为那个猪的面肉 它其实已经有味道了 已经咸香了 那么所以其实加很少的调味料 那么就直接就可以上 之后就加一只 在上的之前就加一只蛋 就在半熟的状态搅匀 它之后就上碟的 那么上到碟呢 那个蛋呢 就是黏住那个 就是蛋浆和那些油 就是黏住那个意粉 那么这个就是它最好的状态 那么这间是做到的 当然它有加到一些调味料 例如它有加到洋葱 那么 黑椒等等去调味 那么相对那个味道就会更丰富一点 那么当然就没有那么 就是刚刚讲的那么 只是意识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们很讲究的嘛 不可以加东西 不可以改它的东西 那么当然是有少许的改动 就是很人缘质 这个就是很人缘质 但是它也做到那个效果就是 它黏住那个 意粉 对了 讲漏了,还有芝士 是应该是芝士 蛋,猪油,意粉才对的 漏了芝士 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么而 其实香港很多餐厅都做不到 就是黏住那个意粉 这个的状态 或者是它根本就是 水汪汪的水浸意粉 白汁水意粉 那么它这个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 所以都在这里推介给大家 可以过去吃的 那现在当然了 没有晚事,它也有外买的 也可以买一块外买 就是自取拿回去吃 这样 哦,那也好啊 那也好啊,真的好啊 支持啊 当然支持啊 那我们稍后你去吃吧,不要烦 稍后又去吃啊 你请 我请一些 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我们介绍完 你还不请吗? 我介绍了两间 我也有说话 你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请我吃饭 之前 就这样决定 好好好 你找到我才说 OK 那我们今集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那下次我们 就是 这个区区有东西吃呢 就是帮大家 再去周围找一下外卖 不然在家混死了自己 真是很凄凉的 我现在就祝他去吃饭 再见大家 好好好 多谢 拜拜 OK 宏愿生活百科 介绍我们过年的食品 何年的年糕 一般来说 年糕我们有家乡的萝卜糕 再来还有就是芋头 芋头糕也都会配备 应时应节的纳米 还有就是三十年陈皮 椰香年糕 亦都是珍藏 当然不少得 马蹄糕 马蹄糕的特色 大家看看 示范一次就煎给大家吃 这一底是萝卜糕 萝卜糕 我不会在腊尾面上切 我就切糕了 大概 分了它有八件 就会变得这么多的了 爐都差不多了 千二火 那爐 我们慢慢下去煎 那大家听到 嗣嗣声了 是不是 这些嗣嗣声 那些健康的声音来的 可以转一下它 有些大厨的手势 就是这样 煎到它微微金黄 就似乎是可以的了 给大家看看 金黄色 煎到金黄色 那就为之OK了 这个呢 家乡萝卜糕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看看盈哥幕下面那里 想订萝卜糕 马上打我们的意思 是 그렇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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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好 兄弟 各位小伙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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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